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的位置在桂林市区的东西县旁边的逍遥楼 昨天晚上发布了要来桂林的视频之后 在桂林这边的一个粉丝他就跟我说要带我逛下桂林 今天晚上我们就约在东西县旁边的逍遥楼的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逍遥楼 我已经看到它了 现在我们从这边大门上二楼 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简方桥 还有下面的梨江 这个地方看夜间好漂亮 往这边过去就是那个东西县 这边是西县 西县吗 东县 西县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成都的景理 还有发展相似的那种感觉 以前这一片它全是那种很老的老房子 应该是民族的时候有的那些房子 王朝的房子 对 王朝的前面 没有汤吗 干的呀干拌的 干拌吃的 上了三份 这个米粉要比我们那边的米菜 这个米粉是现炸的 那个红色的辣椒很辣 很辣啊 那是米椒 那我没有用多少 我们老家里有一种很细的那种米粉 我觉得那个才好好吃 味道是吗 味道是吗 还不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糯米 这个不是沙湖还是沙湖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日月双塔 金色的那个是叫日塔 那个白色的是叫月塔 日月双塔 也叫金银双塔 那个塔是会上去的 这个地方晚上还可以坐船 这个POSE可以吧 可以 拍视频拍照片 先拍视频然后再拍照片 可以很好 可以吗 OK 这边这个酒店住一碗多钱 两千 一两千 五星级的 后面有一个大坡坡的景况 人造坡坡 沙湖过去了就融湖 那边才是融湖 过了洋桥就是融湖 我们去那边吧 这个桥是什么桥呢 洋桥 它里面的桥桥还挺漂亮的 光线有点偏黄 还行 后面上个灯光好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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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